大家好,这里是咪咪与咪妈 我们来把千岁爷出任务 烧王船 下半步说完 千岁爷失踪了 千岁爷气炸了 一气之下 千岁爷愤怒的宣布 今年我不登王船了 说吧 千岁爷就怒气冲天的拂袖而去 消息一传出 消息一传出 最高兴的自然就是发烧 上吐和下瀉那三个异鬼 这三个在不久以前 还愁眉哭脸的家伙 一下子都精神大振 又蹦又跳 还纷纷高兴 兴高才烈的嚷嚷着 耶,太好了 可想而知 若千岁爷不登王船 那他们当然就不用上去了 他们终于可以大大方方 痛痛快快的留在这里 好整以暇的度过漫长的夏天了 这可真把印将军和剑将军给击坏了 温王爷出去旅行还没回来 两位将军一想到如果在庆典最后一天 千岁爷和三个最有名的异鬼都不肯上船 他们这两个象征 讲信用与威严的印建将军 要怎么向百姓交代 为弥补这个过失 他们立刻兵分两路 印将军去找千岁爷 建将军则看住三个异鬼 不让他们乱跑 稍后印将军在快要离开小镇的地方 终于找到了千岁爷 当时千岁爷正站在一间破房子的外面 专注的朝里头看着 千岁爷我可找到你啦 咦你在看什么呢 印将军好奇的顺着千岁爷的目光 朝小屋里展望 这是一个穷苦的人家 一个老人握病在床 几个儿孙都围在老人的身边 小生谈论着过两天要 推派代表去参加庆典 希望庆典过后老人就能好起来 千岁爷疑惑的问印将军 这老人的病和我有关系吗 千岁爷你别乱想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印将军说 那他们为什么说庆典过后 把王船送走 老人就能好起来啊 印将军说 千岁爷请听我慢慢跟您解释 印将军向千岁爷解释 百姓之所以会造一艘豪华的王船 其实全是为了感谢下房前来 带走瘟疫的千岁爷 根本本没有将千岁爷当成瘟疫一起送走的意思 送瘟疫就送瘟疫 明知道我也在那条船上 为什么还要放火烧船 千岁爷不理解 嗯 其实会放火烧船 也是为了报答您呀 印将军这么说 报答我 千岁爷满脸疑惑 印将军回答 因为船上放了要感谢您的祭品 为了确保东西能送到天庭去 只有烧掉才能让王船和祭品一起与您回到天庭啊 哦 原来是这样 千岁爷有点释怀了 难难道 嗯 这样看来让百姓吃那么多苦 那三个异鬼真是可恶透了呀 嗯 其实也不能怪那三个异鬼 因为在那些讲卫生的人家 发烧 上吐和下泻这三个异鬼 其实根本做不了乱的 只有碰到不讲卫生的人家 他们才有机会借题发挥 印将军这么说 千岁爷听了 若有所悟 怪不得那三个家伙也不愿意上船呀 大概是他们也觉得委屈吧 就在这时候 剑将军也匆匆赶来了 一看到千岁爷就急切的说 千岁爷 请您快回来吧 不知打哪儿跑来一大堆凑热闹的乌鸦精 和扫把精 他们消息灵通 听说今年宁不上王船 居然想趁机联合三个异鬼 打算在人间大闹一场 千岁爷暗暗吃了一惊 转头再看看屋里的人们 他们还在诚心住院着 说什么希望庆典过后 老人就会慢慢的好起来 千岁爷说 我考虑考虑 说吧 转身就走 还严肃的交代一句 你们两个不要跟来 两位将军面面相去 只能望着千岁爷离去的身影 不知如何是好 火速讨论一番后 他们决定先赶快回去 收拾三个异鬼 以及那一大堆 想来捣蛋的乌鸦精 和扫把精 确保这些家伙 在庆典当天 能够如期上传 这样万一千岁爷 真的不回来 希望老天爷 看在多了这么多 其他的旅客 而且还都是平常 被广大百姓 所嫌恶的旅客份上 能够让他们这次负责 接待千岁爷的任务 勉强过关 为了达成这次任务 两位将军可忙碌了好久 到了庆典当天 全镇百姓举城相送 一大清早 就自发自动的集中在海边 眼看着烧完船的庆典即将开始 千岁爷还是没有回来 就在两位将军 召集万分 已经考虑要不要赶快 再去找千岁爷 做最后一次努力时 消失几天 千岁爷终于现身了 不知道扫把金跟乌鸦金什么意思 而且来的人不止一个 千岁爷身边还站着另一个人 两位将军仔细一看 竟然是一生不想去旅行的温王爷也回来了 王爷 您终于回来了 印将军好激动 哎呀 我只不过是去海上抓些千岁爷最喜欢的海鲜嘛 谁知道千岁爷今年提早来 我又没说我不回来 你们紧张什么 我们能不紧张吗 你只留了一张纸条说你要去海上巡逻 其他什么都没说 谁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 建将军说 好嘛好嘛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而且还帮你们把千岁爷带回来了 温王爷呵呵笑 哼 亏你还笑得出来 您真是急死我们了 印将军摇头拿温王爷没辙 好啦祭典快开始了 我们是不是 温王爷欲言又止 大伙扭头 一起看着千岁爷 千岁爷看起来很平静 看看大伙 然后说 各位我想清楚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 如果这是我的使命 如果我能够为天下苍生 带来心理上的安慰 那么就等我登上王船以后 请你们帮助百姓 一起用力的送王船吧 听到这番话 印剑将军终于放下心中的大石头 稍后就在裸骨喧天中 千岁爷率领三个异鬼 以及一大堆的乌鸦精和扫把精 一起登上了王船 踏上他们特殊的旅程 印将军和剑将军 像往常一样站在温王爷的两侧 眼睛紧紧的盯着王船向的千岁爷 真诚的祈祷 希望今年的王船 旅途一切顺利 千岁爷是一个小孩吧 他看起来一点都不像爷爷 千岁爷出任务烧王船 他这边后面有这个 一些提问 什么是东港银王平安祭典 银王到底是赢哪个王呢 这里的银王并不是指温王爷 而是和温王爷一节金兰 奉旨带天巡寿的千岁爷 真的有千岁爷这个吗 有 银王祭典用意就是希望千岁爷 能念在好友温王爷的份上 四福东港 借王船绕境仪式 将邪气恶鬼通通带走 庇佑大家平安健康 原来这个祭典是那么有历史意义 下次我也要去参加 顺便来个屏东二日游 肯定很不错 这边有银王祭典的两大部分 跟十三个步骤 既然王船最后都要烧掉 干嘛不用纸糊的 俗话不是说 心意到了就好吗 祭典象征百姓感谢千岁爷带走厄运 百姓饮水思念的表现 所以为了展现百姓们的诚意 王船一向沿袭过去的传统 参照明朝只有王爷 层级以上官员才能搭的 龙头凤尾与三帆 官船的形式制造 虽然百姓希望王船越大越好 但因为活动开始后 王船会在东港市街绕境 为了能够让船身移动自如 王船的大小仍然是有限制的哦 是真正官船的十分之一 哇 这个庆典好盛大 到底要多少人才能办得成啊 注意听好咯 主要职务包括炮手 先锋官 神乐团 大汉乐团 班头 内司 监长官 大总理 副总理 教班 马夫 王马 七角头 神教 天地扫 犯人 随乡等等职务 除了这些 恐怕超过两千人 人数之多超乎想象哦 犯人 对啊 扮演的那个角色吧 除了把船烧掉 没有其他方法送走船吗 其实早期的祭典中 王船是不用被烧掉的哦 而是以一种游地河 就是以流放的方式 让船随着海水飘走 但是因为 船飘走离开东港后 王船上的祭品 有时候会被不同信仰的渔民取走 为了避免争议 他们最后决定改送王船的方式 是用烧王船的方式 被送达天庭啊 如果去参加 那银王平安祭典有什么禁忌吗 我好怕不小心犯了什么错 会被千岁爷打屁股耶 这底下有几个需要注意的事项 不能乱碰千岁爷的神器 再来是千岁爷寻绕境时 要避免站在高处来观赏 接着观赏王船烧的时候 不能鼓掌叫好 更不能说 哎呀好好的一艘船烧掉了 好可惜这类的话 就是比他位置高的话 对他不恭敬 接着是王船开始焚烧了 之后就表示千岁爷 要将所有的厉鬼 邪煞和恶灾带走 返回天庭了 所以所有的镇头都会 席灯安静下来 尽速离开 不要回头 才不会让千岁爷以为 庆典还在进行 不肯离开呢 东港东龙宫为什么可以负责举办这么重大的迎王平安祭典 里面主要是供奉谁呢 为什么不能说这个 因为他这个是要烧掉 要把那个不好的东西带走啊 所以说他要尽快的离开 所以不要做一些挽留的动作 或者觉得好可惜 这样的话那些鬼 他们就会觉得说 哦所以是意思要我留下来吗 这意思 所以我们是要把他们送走 然后就尽尽他们离开 然后我们就走这样子 然后我们要回来说 里面供奉的是谁 里面供奉的是温王爷 他呢成为神之后经常巡航 泯浙沿海保护船只 受到乡亲们的崇拜和尊敬 成为民间信仰中的一位重要的神明 东港明明在台湾西南海边 为什么不叫西南港 却叫东港 这里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因为 这在大陆的东边 而移民者的船只停靠的港区 就在百姓居住的东边 所以称之为东港 另一个说法是因为 他在高平西以东 所以得到了东港这个名称哦 那么到了东港 除了参加银王祭 还可以做什么呢 东港除了银王祭典之外 还有著名的大鹏湾国家风景区 东港的黑银鱼观光文化记 以及东港三宝 东港三宝呢 除了黑银鱼之外 还有樱花虾跟鱿鱼籽哦 今天的故事 千岁爷出任务 烧完船的故事 就说到这里了哦 希望大家喜欢 而且可以了解更多民间的故事哦 拜拜